最近配音君被網友爆出各種英語不准,普通話不准,所以讓我教教他,我叫 Siri,請跟我念,Live Ph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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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事情說三遍,Live Photos Live Photos 在蘋果最近的發布會上,有一個角色基本被人忽略了,全場發布會他就佔用了不到一分鐘的時間,但他的改變其實挺大的 我們說這個挺大,是指他的外形尺寸和重量,比以前的iPad mini長出一點也薄了一點,外形上也有所改變,靜音按鈕沒有了,喇叭變成了一排孔 這個前置攝像頭旁邊的什麼傳感器也不見了,總的來說就是拿在手裡更像一張紙了,以前的保護套也隨之不能用了 如果你想靜音,看見了,這裡多出一個按鈕來 在重量上它比iPad mini 3輕了不少,甚至比一代還要輕,不知道這麼輕薄會不會彎掉 屏幕對比一代當然好了太多,但前提是靠近看 說實話,在正常使用位置上觀看,差別也不像想像中那麼大 至於對比3代,清晰度沒有什麼變化,但是色域範圍更加廣闊了 看見這3的顏色了?1代不說了,4代的表現還是要比3代強那麼一丁點 老外的測試也基本說明了,mini 4代的色域比3代好,與iPad Air 2和iPhone 6相當 但這一點點的進步並不能成為你非要升級換代的理由 屏幕的防懸光性能更好了,具體的表現就是在戶外 屏幕看上去更黑一些,反光沒有那麼多了 當然,如果你一定要在強烈的陽光下看書 我只能說,該吃藥了 從老外的拆機中我們可以看出,理論上它比iPhone 6要快一些 1.5G的主頻,2G的內存,運行現有的一些主流APP應該可以應付 實際的情況是,APP的確很流暢 通常的辦公APP,遊戲,操作起來都不錯,比1代好太多 但是和2代3代相比,性能提升的可察覺性可就微乎其微了 總之夠用了 但是這iOS9居然會時不時的卡一下 蘋果新操作系統的第一版總是不行的 這已然成為了真理,還是等更新吧 攝像頭和2代3代沒有什麼改變 照片的質量完全一樣,依舊沒有閃光燈 不過誰會舉這個平板照相呢 嘿,你,又該回家吃藥了 好了,大招來了 iOS9的更新上明確指出 多任務分屏操作在iPad mini系列上僅支持最新的4代 2代3代僅支持slidover slidover和splitview的區別就在於 前者,從旁邊劃開一個空間來看看郵件 回覆短信,上個Q,沒有微信 對,微信的APP暫時還不支持 然後你劃回去,再操作主要的APP 而splitview可以這樣分配空間 多一點或者少一點 然後隨意操作兩個APP 後者更方便一些 但是也依賴於APP的支持 如果沒有支持就只能slidover了 不過iPad mini屏幕就這麼一丁點 分屏了看起來就有點吃力了 鍵盤再一彈出來,基本上就呵呵了 所以一定要辦公的話 配置一個實體的鍵盤很有必要 靈活性和舒適度就堅固了 看視頻或者接Facetime的時候按一下Home鍵 誒,畫中畫哦 這邊,這邊,調整大小 嘿,這一點兒必須在 你甚至可以這樣 呃,我的實體鍵盤呢,快拿來 此時電影的聲音基本聽不到了 APP運行還是比較流暢的 不過這個畫中畫功能在三代上也能完美的體現 所以這也不是你換購四代的必然理由 多說兩句 這個分屏多任務還是主要為辦公生產而準備的 這也說明了蘋果在這次iOS升級中 主要為iPad Pro這個生產力巨音考慮的更多 體現了他們想進軍企業的強大決心 總結起來 如果你有iPad mini一代那麼可以升級 因為改善很大 如果你手頭有mini二代或者三代 不用購買 因為改善並不如你想像的那麼大 改善最大的就是重量和屏幕的顏色 但是除非放在一起對比 否則你什麼也感覺不到 那麼到底是買iPad Air 2還是mini四呢 說實話 同樣容量和版本的Air 2貴700 Air 2的處理器也要好一點 屏幕大一些 但這些都不是決定的因素 主要的決定因素還是看你適合的尺寸 所以說尺寸很重要 另外給大家一個硬件分屏的終極解決方案 其實Apple可以考慮一下幾個iPad mini觸碰一下就能分屏的方案 那樣也是幾好的 不過那樣估計iPad Pro的銷量又不太好了 畢竟兩個3588也有128G了 而且價格加在一起 或許還沒有一個iPad Pro過一把 沒什麼 新增 detect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